Ration 準備放舞台 Hio 皆さん 現在是凝晨三點鐘 上來還是黑的 然後現在開始準備早餐 剛剛睡醒 然後4點到14分就不能吃東西 然後要撐到 然後傍晚6點51分 所以我現在開始準備早餐 等一下拍一下油聲給你們看 現在是3點17分 然後我已經煮完了 超快的 然後煮了一份豬扒 那是午餐 然後一個 忘了叫什麼麵 總之是一個拉麵 然後這個是也是午餐 然後還有一個 麥片配牛奶 再配美顧粉 標配 然後 這是早餐 所以早餐午餐一起吃 然後等一下就直接盯到晚餐 哈囉 哈囉 早安 現在是早上 3點20分 今天是 我們的 Fasting 巴薩挑戰 然後我今天 的任務是需要在 4點35分之前 早上 吃了我的 早餐 然後需要到 下午的 6點49分之後 才可以喝酒 才可以喝酒 吃東西 這就是我的早餐 這就是我的早餐啊 開吃咯 現在是4點35分 吃得很飽 然後我就要 開始這個挑戰了 6點49分而已 再吃東西了 晚上 OK 處理好了 所以今天這個 解釋一下 今天這個挑戰是什麼事情 就是 現在是 Ramadan 月份 就是穆斯林 他們在慶祝他們的開宰節之前 會有一個月份 會整個月是要做這個 Prasa 或者我們說Fasting 或者進食 就是從早上的 凌晨 之前要吃完 吃了之後 吃了之後 就要會 他們會有 年輕鬆心那些 直到 日出前 然後之後 要等到下午 等到 日落 大概是 在香港大概是6點 40多分之後 才可以再吃進食 還有喝水 然後中間這段時間呢 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吃東西啦 不可以喝水啦 這樣子啦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 做這個挑戰咯 所以就是現在 4點 47分 所以 直到 6點49分 都不能再吃東西啦 總共是超過 12個小時 接近 14個小時 OK 現在是早上 9點鐘 嗯 準備做工了 work from home 今天 然後目前呢 是 當然是不會餓啦 然後 喉嚨的話 就跟平時起床一樣了 還沒有時候很趕 可是現在是不可以喝水啊 所以就看能不能衝到下午的6點鐘咯 那我先開始做工啦 呃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4點20分 做了工啊 雖然不做很多工啊 但是還是有持續在做東西 所以 知道啊 這個時間呢 離我30次吃東西和喝水已經要12個小時了 已經可以感受到我的肚子 在焦 有點 肚子餓的感覺 咦 然後嘴巴也是很乾 因為已經很久沒有吃東西啊 嘴唇也是乾乾的 唉 算 蠻辛苦喔 現在這個階段 可是還是可以人的時候階段啦 今天的運動量不大嘛 可是對那些 需要出去做工 在外面行走啊 曬太陽啊 呃 或者去office的那種 穆斯林朋友可能 就比較辛苦一點點 因為會耗費比較多體力咯 不過這個 巴薩或者這個 這個阿瑪丹的月份呢 對穆斯林來說也是一個 忍耐的一個挑戰 算是他們對他們的 呃 神明或者他們的信仰的一個 力量吧 所以他們就是需要能撐得過這個 忍耐這樣子喔 然後他們會盡量在這個 阿瑪丹的月份裡面呢 都會盡量在這個禁食的期間 保持平和的心態 然後盡量是忍讓的心態喔 對 所以這就是他們這 這個阿瑪丹的月份的一個意義 - 面前... - 哈喽,金康,你现在觉得怎样? - 现在肚子饿了,然后吃饿了,肚子饿了 - 我说你十多个小时不吃东西都会这样的不错 - 所以你觉得没有喝到水是最大的挑战啊? - 因为人可以三个夜不吃东西 - 可是三天不会三天不喝水 - 所以我就很肝 - 这样你现在去哪里? - 然后我们现在去投楼玩安溜 - 然后安溜是之前我们有介绍过的餐 - 它今天是真的很好吃 - 因为它的那个白虾菜很精致 - 可是你没有机会也可以去试一下 - 这边再推多一次光,你知道吗? - 时间到了,过来讲语 - 要到时候我要再多吃什么? - 五六五七五八五九 -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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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里的美食都是你的 -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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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上先喝水 - 叮! - 叮! - 叮! - 你要喝什么干的料哦? - 干想如何? - 真的没有喝法 - fundament - 你有什么干想? 当你失去了水源,又重新获得了水源,有一个特别的开心 这个,你要怎么形容呢? 你要自己知道的话,你自己去宰戒一次 那你就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 宰戒是连水都不能喝? 嗯,在那段时间那里是连水都不能喝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的情况底下,你们可以喝水或是吃东西 除了你胃痛或身体不舒服 可是那个,就是你宰戒后要自己再补一天 不然就是你要捐钱 他有一个数额,就是你一天不宰戒 对,你一天不宰戒,你要捐多少钱给那个吃三年 我这样的小孩子也是不需要 就是要到多少岁的小孩 女生好像是9岁以后,男生是10多岁以后 所以小孩子是不用再见 那你们再见是一直再见到9岁? 60多吧 60多 我觉得再见到蛮老的吧 就是 就是看你对那个信仰多千成 有些是 就是 如果你身体还能复合的话,你就继续再见 OK,现在是6.24分 终于可以去买晚餐了 我已经想着我的晚餐想了两个小时多了 就在这个时候就会很容易想要吃东西 一想要食物就会继续想 所以只能让自己忙碌起来 让自己没有时间去想吃饭 没有时间去想喝水呢 不过现在 已经差不多来到一个维生了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去买我的晚餐 对 那待会再让你们看看我熬了14个小时之后 我的晚餐应该是怎样的 现在是6点45分 OK 我买好我的晚餐 那现在就等吧 等时间到 现在是6分 还有多半分钟 OK 所以今天这个挑战呢 应该算是很成功啦 因为从4点35分之后 我就没有喝水 没有吃东西 所以 其实在这个Poasa 在这个Ramada的月份里面 他们的这个Poasa是要进食 进水 然后进浴 然后当然都有做到啦 所以这个挑战当然算是非常成功的 然后 问题的感受来说 虽然我今天都是在室内啦 但其实还是能感受到那个饿啦 就是 然后会有一点容易分心 因为我 一直想着要吃东西 要喝水 所以我觉得 呃 大部分的这个穆斯林朋友呢 都能做到 在这个Ramada的月份 进食 进水 进浴 然后又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作呢 我觉得是 呃 非常让人敬佩的 嗯 然后虽然我是个马来西亚人呢 然后马来西亚大概有70%都是穆斯林呢 但也确实也是我 第一次挑战这种 Ramada 然后也 通过这个机会让我可以 这个机会让我更认识到 这个马来人 还有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一个其中一个民族 他们的一个 这个Ramada的生活啦 嗯 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咯 如果喜欢的话 就记得like我们这个影片 然后记得subscribe Rogia Mode的频道 还有follow我们的Facebook跟IG 拜拜 到这里咯 подпис Position 还